其實我對於這個包括我們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還有宜蘭縣長的林志廟縣長 他們對於公投的態度 我有幾個看法 我覺得第一個這個公投 其實它本身來講 是一個公民之間的公共政治的選擇 它其實是跟政黨是沒有多大的關係的 但是為什麼人民會有公投呢 是因為對政黨失靈 政黨政治失靈了 也就是在這些事情上之後 其實民進黨沒有做好 但是我們中國國民黨也沒有做好 監督的工作 所以說人民才必須要經過公投 來行使他們最重要的一個權力 那在人民行使最重要的權力的過程中的時候 政黨 中國國民黨當然是有態度的 中國國民黨的態度應該是支持 什麼樣的東西對台灣未來的發展 是非常好的 那在四項公投裡面呢 我個人覺得都很重要 但是對這四項來講 跟各位縣市長更有關係的 就是核四商業應轉公投 因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電的話呢 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會受到相當多的影響 更重要如果我們的人員來源是不乾淨的話 對老百姓的身體的健康也是不好的 再加上我們要維持世界 我們要做一個地球村 我們要維護世界 我們應盡的一個責任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呢 核能的發電其實是台灣最好的一個選擇 特別是台灣要在2050年要達到碳中和 我個人覺得這個觀念 這個是台灣必須要發展相當的再生能源 可是知道我們的再生能源到現在為止 只佔我們整個用電量的5.5% 那離民進黨要求的2025年的20% 其實還有一段非常遠的距離 那更不要提2050年的碳中和了 幾乎是一個不可能達成的任務 好 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就是核能是我們的唯一的選擇 那核能是我們最重要的選擇的情況下呢 我們當然希望縣市長能夠站出來 因為畢竟他們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包括侯友宜 包括花蓮縣的林志廟 甚至包括台中市的 我相信這個盧秀苑市長也是會非常支持的 那我在大概在三四個禮拜 就是一個月以前呢 我曾經透過何啟生先生 跟這個侯市長的辦公室聯絡 我是跟侯市長辦公室講說 因為我自己在核能電廠當過工程師 那我可以閱讀一些相關的資料 我個人覺得說其實核市場 我們是非常安全的 包括我們的地震 包括我們當時的設計 都避免到海嘯發生以後 我們的核能電廠會受到傷害 而且整個抗震系數 抗震系數都是非常高的 然後整個過程的過程中 也兼過了國際核能方面專家的一些檢測 包括核式廢料的處理 現在都已經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當時希望說 侯市長或者林志廟縣長 有這個機會讓我去拜訪他們 那我當面的可以向他們解釋清楚 那甚至我可以帶一些核能的專家 來跟他們親自跟他們做一個報告 那我覺得現在選舉還剩三天了 那當然即使三天我還沒有放棄希望 我希望這三天之類的 如果說侯市長 他對於核市還有什麼安全上有顧慮的話 那我非常願意親自去拜訪他 跟他一一的做一個解說 那我也希望在這三天的時間 侯市長能夠跟我做一個深度的對談 他可以把他所有關於核能安全的問題 都把他提出來 我很樂意向侯市長做一個口頭上的一個報告 那必要的時候我也可以帶一些網絡 帶一些核能的專家 我跟侯市長做親自的說明 那當然我也希望在18號以前 侯市長還有林志廟縣長 他們能夠站在這個台灣 子子孫孫未來的發展之上 我覺得勇敢的站出來支持核市商業應轉 因為這件事情不是因為你是中國國民黨的市長 而是因為侯市長跟林志廟也是一個公民 那既然是公民的話呢 我們對這個國家我們就必須承擔一些責任 所以我對於侯市長跟林志廟的某種程度的建議 並不是因為你是市長或者是縣長 而這個要被迫表態 而是說因為你是公民 那對這一個人民這麼重要的事情 那你又是非常重要的行政官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下 市長們希望他們能夠公開的出來 支持核市的商業應轉 以及其他的三項公投 那我也藉這個機會跟各位報告一下 謝謝 好 大家休息一下吧 好不好 各位辛苦了 今日在賠償ug萊雅 你們都知道自己去加入 對咱應該做得出來 網友